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雀儿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酱烧鲦鱼鲜酥面 是我很喜欢吃的一道便当菜色 一个小时就可以轻松完成两个便当 材料都可以在全联买到 那让我们开始来制作吧 准备500公克的鲦鱼我是在全联买的 放入一大匙的酱油跟米酒 用手抓腌一下 就可以先放在旁边让它腌制 接着我们来炒菜 先放入5公克的椰子油 接着放入蒜头丁 还有红萝卜丝 加一点盐巴 再加一点水 接着炒到红萝卜丝煮软 然后甜味会慢慢释放出来 接着就可以放入美白菇和红喜菇 这两个菇都是我很喜欢吃的 接着放入卡燕辣椒粉 不吃辣也可以不用加 然后炒到菇类与胡萝卜都变软之后 就可以盛盘咯 超级简单 不会很有营养又丰富 完成咯 接着我们来炒青菜 我今天使用的是有机的青江菜 你也可以使用你喜欢的绿色蔬菜 那炒到你喜欢的熟度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吃脆脆的口感 没错青江菜完成咯 那接着我们就来煎鱼 第一面我会先煎2分钟 接着翻面再续煮10分钟 等到酱汁收干 接着就可以盛盘咯 鱼肉超香超入味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接着我们来煮面 在滚水中放入两球面 我用的是森林面食的南瓜面和地瓜叶面 我会把连结放在纹内 煮约5分钟就差不多软了 那我们就可以捞起咯 在这边有一个秘诀分享给大家 就是起锅之前你可以先加一点点油 这样子面条它就不会黏在一起 没错完成咯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把料理 装入便当盒里面 首先放入胡萝卜炒菇 平均的分装到便当盒里面 接着放入青江菜 再放入面 再放入面 有很多人会问Chair说 在吃面的时候面会不会结成一团 其实我在吃之前我都会加一点热水 再加上便当其实里面会有汤汁 所以其实不会很干 大家可以放心 微波之后还是很美味 美美的放入便当盒里面 如果做给心爱的人 他一定会觉得你非常贤惠 而且做法超级简单的 一点都不难 没错 那接下来我会放入我自己种的薄荷叶 这样子打开便当盒就会美美的 没错完成咯 这是一款我自己很喜欢吃的便当 营养又有饱足感 希望你们会喜欢 未来Chair还会分享更多美味的料理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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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